所以这个赖清德讲的嘛 广纳人才 所以像苏仁昌这种人才 像唐峰这种人才 对不对 一定要这个留着 陈时中也是人才 也是人才 要入阁 一定要好好的保护 那另外一个 刚刚这个韩冰讲说 这个干嘛在这个时候 推出不三不四的 这算不算也是一个 不三不四的思考啊 因为这个检讨败选嘛 不检讨也就罢 一检讨出来 哇这个原因大家 大家舆论哗然 天哪 败选怪好多东西 那第二场的 这个郑文灿 召开的败选员 这个检讨小组的会议嘛 与会者提出了 洋洋洒洒超过三十项 其中呢有人讲抖音 抖音假消息被大量转传啊 这个呢叫做认知作战 怪起抖音了 怪起抖音啊 那亮哥说呢抖音什么 大家都知道抖音很好看嘛 有的时候真的手指头 不知不觉 一滑就是一个小时过去 里面短视频 不会让你感觉到消耗时间 但是你看什么都有 对不对啊 你要运动 而且它里面有一些 这个智慧性的一些 喂你一些资料 你要运动的话 第二天打开一大堆运动的 你要看笑话的 你要看什么爱情的 看美食的 一大堆什么都有 亮哥说如果进掉抖音的话 YouTube呢 也有shorts啊 怎么办呢 进抖音根本没有用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啊 这个民进党不是担心这个年轻人的选票丧失吗 他说台湾抖音现在使用人数已经超过了500万 有账号的 用这个还可以得到一些收入来源 所以这个会造成民怨 搞不好这个民怨还会超过兵役延长一年 喜欢抖音的是哪些 就是年轻人呢 不是吗 赵浩康也说嘛 数位发展部一年编了200多亿预算 一出手打TikTok打抖音 接下来各部会要禁止使用 没有错 公部门要禁止使用 数发部成为了数位前置部 所以蔡政府为什么会怕年轻人怕成这样 还是嫌年轻的选票太多啊 另外一个我觉得这句话讲的非常对 越近越想看 对不对 以前我们那个年代 什么鲁迅的书什么禁调 越近你越想看啊 看就变成一种流行嘛 你要看才会跟上主流社会 尤其是年轻人有这种反骨 好啊你就把它禁掉啊 那柯文哲也在酸嘛 什么都要禁是不是 那干脆ECFA把它禁掉算了啊 直接跟共匪划清界限 但现在抖音哦 还只是公部门在禁嘛 对不对 行政院还有所属的部会禁用 未来立法院 司法院 考试院 监察院都会协调跟进 全部跟进之后 要不要全台湾一起跟进 整个台湾把抖音禁掉 好不好 敢不敢 凯翔你觉得敢不敢啊 苏贞昌怎么回答呢 苏贞昌说要参考 各民主国家的做法跟经验 来讨论跟设定 有没有国家把抖音禁掉 好像也有 你看看 像美国 两年前差点被川普封杀 那现在呢 美国包括德州在内 已经有五个州都寄出了TikTok的禁令 那么印第安那州呢 也开了司法的第一枪还起诉 还有呢 像包括英国 也对TikTok寄出了高额罚款 还有包括印度等等 所以会不会最后就是 参考各民主国家的做法跟经验 现在来看 我们台湾要跟上全世界 全台湾抖音要禁掉 民进党敢不敢 民进党现在没有禁啊 他在打 其实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好讨论 因为现在讲一讲去 讲一讲去他都只是说什么什么 公部门不用 公部门不用 那也没有管到一般民众啊 那你要禁你就直接禁啊 你为什么不禁呢 你干脆说台湾也就下载 下载不了这个TikTok 或是说所有要登上TikTok都要翻墙 所以现在就问他要不要扩进民间啊 他说他要参考国际做法啊 他就不会这么做啊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就呼应刚刚蔡委员讲的 就是因为民进党检讨来检讨去 就不敢检讨蔡英文啊 真的拜托他禁啊 对啊 你怎么会这样子的啊 你就赶快禁 因为不能检讨到 真正必须要检讨的人 所以就大家 大家又不能嘴巴不讲话 然后就只好 你知道讲一些乱七八糟的话 然后做一些乱七八糟 不着边际的事情 抖音就是其中一个啊 就是其中一个啊 这种事情就是不会成功的 它基本上就是内容 它只要内容吸引人 民众就一定会想办法去使用 所以去使用 所以你根本就搞错重点了嘛 你把它觉得说 那是一个载台的问题 仿佛你把这个载台给禁决 或者说你在那边就是 就负面宣传 民众就不会使用了 根本就不是这样子啊 根本就是 重点就是内容 所以我昨天 在另外一个节目里面就讲 我说民进党真的这么害怕 抖音的影响力 害怕民众去禁用 你不是应该这样 这是北风与太阳的做法 你越去禁 大家越想看 那你应该怎么样 你应该鼓励像唐凤这样子的人啊 未来他什么武告战 武告厉害 那种很烂的那种很恶心 让人家看来想吐的那种 那种宣传影音 全面进驻抖音啊 以后规定政府的所有宣传品 孙仓拿着撞球杆 在政令宣导的影片 大量的进入抖音啊 然后规定教育部啊 以后老师上课的内容 这个建议好高度赞成 全部都上抖音啊 然后呢你就让小朋友打开抖音 里面全都是充斥着 中华民国政府的 各式各样的公部门宣传 还有蔡英文的脸 苏文昌的撞球杆 唐凤的长头发 就没有人要用了 没有来提一下 陈时中的马桶盖 陈时中 对还有陈时中 还有陈吉仲 全都是这些东西 全都是这些东西 你大量进驻 是不是 这个你说别人都做你们臭的 你就做自己香的 进去之后 保证就没人想用了 我觉得这件事情 就是这样 然后我想要讲 我非常想讲一下 唐凤这件事情 唐凤这件事情 我们错怪他了 所以就是犯着 政治上面很大的错误 第一个是 可能在唐凤周围的人 真的就像陈时中的 那个团队一样 就他们自我感觉良好 他们觉得唐凤 还是那个天才 IT大臣的时候 那样子有个光环在 他做什么 说什么 只要出现在电视镜头前面 就是当年拍GQ GQ形象照的那个时代 就是香的 问题是大家已经 不觉得他香了 他之前那个 你走到哪里去 要扫到哪里去 那件事情 名怨多深 大家堵安得要死 然后就还发现是外包的 然后还发现说是 把纳税钱拿去 补助电信商的 又欺骗民众 然后也不是什么高深技术 然后造成很多民怨跟困扰 他已经不香了 你有没有搞清楚这一点 那其次就是数位发展部 大家都在干 数位发展部 为什么要花200多亿预算 搞一个这个部 然后用人这么腐烂 然后业务也不明 多元宇宙科这件事情 荒谬到什么程度 荒谬到立法委员 在立法院里执行 苏文昌什么是多元宇宙部 苏文昌还觉得他在臭 因为他也搞不清楚 他还恼羞成怒 你是不是在挖洞给我跳 就是这么荒谬的程度 然后大家觉得 里面就是塞网军进去 照说一个比较合理的政治操作 就是你上任前100 你这个部成立了100天之内 你好歹也要 好歹也要匆匆洗 你做一件时事 你做一件大家期待的事情 然后告诉大家 结果没有 你去弄面线 那你就怪不了别人 而且你去数发部 我之前没有关注数发部 在这个事情上面 去做功课 可是发现数发部有一个QA 就针对所有大家对他批评QA 然后就有讲到一个说大家批评说 数发部为什么事务费编41亿啊 你是什么超级大部啊 然后数发部就震惊八百地解释说 没有因为之前的用人的办法 所以不能起那么多约聘雇 可是我们也要请工友啊 也要请他来打扫啊 要请司机啊 所以我们都编在事务费里面 讲的是理直气壮 讲的是理所当然 你等于就搞不清楚民众在堵拦什么嘛 民众在搞不就觉得你这个部根本就不知道在干嘛的啊 花这么多钱 然后你理直气壮 你跟民众这样解释 所以就是真的可能他们在另外一个多元宇宙里面 然后那个宇宙跟我们只是不同一个而已啊 好 凯翔讲的没有错 因为蔡英文曾经讲过嘛 他们是这个最会沟通的政府啊 其实从这个城市中的马桶盖 到这次的唐峰的面线 我觉得一样都是沟通的问题啊 马桶盖后面也有一个政策出来嘛 其实这个面线后面也是一套配套的做法嘛 凯翔讲的没有错 这个配套的做法 其实从出发点来看并不坏啊 但是问题是你选择跟民众沟通的方式 就是一个头盔 就是一个吃面线 尤其是吃面线 跟现在的气氛实在是太不符合 这个违和感太大了 这个民进党败成这样 党内一片低迷 台湾有诈骗的问题 有这个经济的问题 有各式各样的一些问题 有这个两岸的一些问题啊 这个感觉上气氛非常肃杀 但是你老兄在那边端个碗在那边吃面线 告诉大家送餐系统 所以我觉得完全是一个沟通的问题 民进党政府没有错 你怎么样给你的民众把一些讯息 很简单的告诉他们 他们相信这个部长啊 这个你知道都是明星级的 一站出来就会有票 一站出来大家就懂啊 但是你看到从陈时中 到这个唐峰 我真的怀疑哦 用的小编用的宣传人才 真的是同一套 不要停 继续下去 对不对 海黄鲍鱼干杯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粘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TI714 享有折扣哦